原以为进了教堂就安全了 可是那凄厉的豪角居然跟进了教堂 教堂里只有蜡烛微弱的光芒 穹顶上映射出巨大的黑影 那是一个猫头鹰形状的东西 彼得还想继续设想 可是已经完全无法控制镜头 这时不顿神父和海瑟互相搀扶着 惊慌失措地走了过来 他们高声地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即使没有彼得的回答 他们也看得出来 海瑟惊叫着 他来了 他真的是跟着我到美国来了 他要小孩子 空中的怪兽停止了盘旋 他不断地俯冲 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苏安 珍妮丝在不断地惊恐喊叫 带着苏安到处躲藏 其他的人也在想办法保护苏安 海瑟忽然一个人走出了遮蔽屋 用十分清晰的语言 平静地说 猫头鹰人 为什么攻击小孩子 是因为他们嬴若无力 老人也一样 那么 我去吧 说完 他转身朝教堂外走去 盘旋的黑影发出了阵阵怪叫 阵翅跟了过去 彼得一众人来不及阻止 就被一阵狂风扫得跌倒在地 无法动弹 等到怪叫声渐渐地听不到的时候 他们再追上去看 海瑟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彼得的掌心里 攥着一根有奇怪凹凸花纹的金属小棍 那是海瑟临走前 放到他手里的 第二天 彼得就和乔林一起离开了邱警教堂 彼得一路上都心神不宁 一个大活人 就这么在眼前消失 他心有不甘 这是他数年灵异事件拍摄史上 绝无仅有的 他迅速地买了前往英国的机票 赶到海瑟范里尔的家乡 康沃尔郡莫南村 在那里 彼得就和乔林寻访了一些 曾经了解猫头鹰人传闻的人 他们大多数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确实 1980年以后 当地的猫头鹰人出没见闻 渐渐地消失了 彼得试探着 向一些上了年纪的人 打听海瑟范里尔 果然 好几个老人都表示 听说过或认识他 而且都说 听说他因为猫头鹰人的事 远避他方去了美国 有热心人向他指出了 海瑟范里尔家老宅的位置 彼得找了过去 范里尔家族的老宅 如今被一户姓德拉库的人家住着 彼得征得了他们的同意 进到了范里尔家族地窖里寻找线索 在地窖深处 他找到了一个上了锁的铁盒 彼得这才明白 海瑟范里尔临走时 交给他的那根金属小棍的用途 那是一把可以打开这铁盒的钥匙 盒子里是一些照片和几个日记本 里面记录着一个个令人痛心的秘密 1974年 33岁的海瑟是一个17岁男孩的母亲 男孩没有父亲 或者说海瑟根本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 15岁的海瑟被人强奸至怀孕 海瑟的父母本不想留下这个孽种 又不想让人知道女儿未婚先孕 就偷偷地把海瑟关在家中 想办法打掉孩子 可是这个生命十分顽强 竟然坚持到了出生 孩子降生后 全家人都不喜欢他 海瑟的父母甚至对他厌恶至极 海瑟虽然也不喜欢这个孩子 甚至一度很害怕与他接触 但是依然坚持着把他养大 男孩被关在地窖里 不允许出去见人 逆来顺受地一直长到了17岁 终于有一天 多年的心理压力压垮了他 他用衣服撕成的布条连起来 做成了绳子 晨夜悄悄地字意在床头 直到第二天中午 才被送饭的海瑟发现 男孩有个名字叫欧儿 一尾猫头鹰 猫头鹰一直都是 预示着不祥的动物 为什么范利尔家 会以此为他命名呢 答案在那张一家四口 唯一的一张全家福的照片上 站在左后的 那个只比椅背高一点的 宫背男孩 长着一张 酷似猫头鹰的 让人一看 就心生寒意的脸 彼得大致知道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偶尔被范利尔家认为 是不该降生在这个世界的 身体上的畸形 更让他们觉得 他是妖孽 偶尔自杀后 海瑟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不得不举家迁徙 离开这个 让他伤心的地方 可是 人虽然离开了 恐怖的记忆 却一直留存 彼得相信 猫头鹰人事件 只是海瑟 因为自身的遭遇 而产生的幻觉 而树林里的怪叫和阴影 则是巨型 雕骁的杰作 摄影机摇晃的镜头 拍出来的素材 几乎解释不了任何事情 彼得和乔林 也没有得到更多的资料 来证实他们的猜想 于是 彼得精心剪辑 做出了一段视频 试图讲述这起 没有结论的传说事件 让他没料想到的是 因为拍摄以来 第一次遭遇了人口失踪 这段节目 竟然被抽气封存 没有播放 直到事件 平息了很久之后的2011年 探索频道 将这段一针一换的遭遇 编入了怪兽档案 才让世人 再次了解了 消怪事件 并引起了 新一轮的探索 自那次事件之后 彼得和乔林 再也没有参与 同类节目的制作 而海瑟 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有人说他疯了 也有人说 他吓死了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 到这儿 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